为了进行三月吊桥保固期间 主所抗封锁及钢结构保固维修 还有设施检测等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将在 111年3月1号到3月31号来进行维修工程 施工期间三月吊桥暂停预约及开放 另外工程如果受天后影响而延长 或者是改变施工期间 泰管处会另行公布 泰鲁阁国家公园三月吊桥 今年春节年初二至初四节间 吸引了超过9500名游客造访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预计3月1号起进行一个月吊桥开放后 首次总体检 做大规模检测维修以及保固桥梁结构体 这一次的工程保固为期一个月 是从3月1号到3月31号 主要是因为三月吊桥的完工 到现在将近快三年了 这主要是因为工程契约的保固 是三年要检讨一次 有绝美吊桥封号的山岳吊桥 全长196公尺 宽2.5公尺 桥上距溪谷153公尺 可将燕子口峡谷 富洛湾台地与利物溪 在群山中蜿沿东流等美景 禁收盐地 两年前开放后 每天限额1200人预约参观 天天爆满 记者林杰寿林乡采访宝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